岛国前进的学生昨天在高雄集会 要抵制不透明的两岸政策 而今天前中共海协会长陈云林 率团抵达台湾 下午他和海集会董事长林中森见面 台链在场外举办抗议活动 他们批评中共是以经贸交流之名 来台进行统战黑箱谈判之时 六四即将届满25周年前夕 前海协会长陈云林 再次以文化参访团名义率团来台 下午来到海集会与海集会董事长林中森见面 车队抵达之前 在野党就在场外高举旗帜抗议 海集会则动用紧力围住出入口 但我们大家知道 中国是最不重视人权的一个国家 那他要在跳在六四之前来台 那只能说他只是要塑造自己 现在要走向重视人权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假象 陈云林28日将参加EF法论坛 在野批评 中共过去多次以经贸或艺术交流之名 示威来台统战以及黑箱谈判 这一次陈云林来台完 因为他已经卸任 所以他是用的是艺术交流 那我们知道艺术交流 你看一下后面的海集会 这个是什么艺术交流吗 如果他去美术馆 那我们还觉得你说是个艺术交流 抗议陈云林 在野党海集会前抗议陈云林 前一天 许多太阳花出关的学生则来到高雄 他们呼吁邻居更多民意反亲中政策 捍卫台湾民主 我们虽然已经出来到异常 可是我们的理念还是不会放弃 关于立法院我去了18天 最长的第三趟 我待了222个小时 坦白讲 马英九政府目前的情势就是过于亲中 我希望可以更加让人民监督 现场有近3000位民众参与 在陈云林到来前 已经先凝聚一股捍卫民主自由的力量 新唐人家电视 林云林凯文 李娟荣 台北高雄报道